嗨,大家好,这里是小笼包频道,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恐怖笑声的故事,世界奇妙物语之四道。 小花打着伞走在路上,背后传来一阵阴森森的笑声,她回头看却空无一人,她害怕得加快脚步来到铁柱的工作室。 铁柱是成日稿创作的漫画家,随意瞅了两眼新竹里小花后,发现小花长得像初恋,立马一见钟情了。 接着,铁柱就再也进不下心来创作,提起画笔准备把小花画进漫画里,却被小花发现了,她害羞地捂着脸,正当铁柱画头发时,小花却站起来一脸诡异地说, 真子的头发不是这样的,真子是自己的同桌,两人经常一起玩,还一起养兔子,可真子的笑声太恐怖了。 铁柱让小花描述的更详细一些,小花陷入回忆说道,有天自己去喂养兔子,却发现兔子全都离奇死亡了。 虽然说是狗咬死的,但小花觉得是真子干的,事后真子打电话感谢小花保守秘密,又留下了恐怖的笑声。 铁柱听后也是后背发凉,此时小花说刚刚在路上遇到了个女人,女人发出了熟悉的笑声后,小花才知道原来是真子,她还杀了长期虐待自己的父亲,还不停地问小花自己的头发好看吗? 听得入迷的铁柱问小花真子的下落,就在这个时候,门铃响了,有个女人进来了。 原来是同事王姐,小花突然大笑起来,说这个故事是自己瞎编的,然后走进了厕所。 王姐问铁柱,这女孩是谁?铁柱回道,这不是你安排的新助理小花吗? 王姐一口否认了,此时电视机出现了小花被杀害的新闻,监控中还看到了黑衣服的小花,也就是真正的真子。 两人顿时恍然大悟,准备逃跑,小花却挡住他们的去路,还拿出了带血的包包。 不出意料的,两人也去领便当了。 故事就到这儿了,小笼包听说,点赞的人狗年会发大财哦,关注的话,直接脱离单身狗呢。 感谢大家看吧!